這間是什麼 這一間我看是乳窯的那個碗 乳窯的 那真的乳窯 不得了 那你先買多少 這一間好像買三千多塊 哇 那真的乳窯 真的秀耶 不是 我們那時候 我的薪水一個月只有1500塊而已 所以是能夠給薪水去買 對 所以那個時候乳窯其實不貴 一直都很貴的 真的嗎 三四十年前也很貴嗎 也很貴 幾百萬美金 哇 這樣 這樣就給你歡樂了 因為三千塊就看你是假的 歡樂了 因為乳窯的純色量 大概應該是 八九十件 就是官窯 我講乳官窯 因為官窯乳窯分兩種 一種是民間的 一種是稍微皇帝用的 我講的是稍微皇帝用的 一般我們講乳窯是稍微皇帝用的 那一批東西 全世界只有八九十件 而且它不會流動的 因為都放在博物館裡面 對不對 所以私人的藏家如果放一件出來 大家就會搶 所以很貴 曹欣熊買的那件就是 少數拿到市場去拍賣的 對 很少 乳窯拍賣的紀錄沒有幾件 難怪是用一起跳的 對 對 對 那什麼要來幹嗎 現在是十幾億了 台幣十幾億一件 乳窯了 來 我們請老師今天這樣 這樣這樣 五千元 五千 現在這樣 五千元 他那時候有兩個月的新學買的 對 沒關係 就是說因為我們要了解一下 乳窯是這麼的昂貴 她有她道理的 那這一件其實仿得蠻好 就是你看起來 它很多老化對不對 你用放大鏡看它老化的蠻厲害的 但是我們有一個觀點 就是看一件老東西的時候 事實上很多老東西 它是會發亮的 一件老東西 比如說這一件 從宋徽宗時代流到現在 一千年了 是 對不對 一千年它可以留到現在 它有它的本事 所以它事實上 它有生命力會發光 這個光 你看這一件 它全氣都呈現一種光 這邊也是一種光 然後上面都被這些東西咬了 如果真的它是埋在土裡面的 那都是咬子出土的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乳窯都是傳世的 因為這種東西 很珍貴 珍貴都是皇帝一代一代傳世 然後放在宋朝的宮廷裡面 後來元朝們把它接收了 後來明朝在接收元朝的 一代一代的保留下來 所以你如果說從出土裡面出來的 那當然是咬子出土了 但是這一件看起來又不像 因為它的老化 吃的那個老化 不是我們一般看到的出土的 它是做的 另外我們看這個圈竹 這個圈竹太細了 魯窯的圈竹 雖然宋徽宗那個時候喜歡鮮秀的美感 很細 但是不是這樣這樣細的 不是這樣細的 另外你看這個枝丁 這個枝丁也是有問題的 因為以前的枝丁不是這個圓形的 它是芝麻丁 是芝麻的樣子 芝麻丁 所以你這個跟我們看到的乳窯 是有點不一樣的 比如說我現在在摸這個氣形 我們一般要注意到氣形 我們在摸的時候 也覺得這件東西 並不是以前 以前在拉胚或者是磨製的時候 它的氣形是很講究的 它會有很多變化 可是這個變化太少了 我現在剛剛拍了幾張圖片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照片 比如說你現在看了這件 這個是乳窯的那個釉 對不對 乳窯的釉一般來講 它上面會有一些氣泡 然後氣泡的後面 它會有像雲朵狀的 流雲狀的那個流動的狀態 因為乳窯它在裡面 加了芝麻的成分 因為宋慧中希望你燒出來 他們那個燒出來的 這個玉用的瓷器 是有玉一樣的質感 所以工匠呢 就想辦法去實驗 就找了河南當地的 這個芝麻礦礦 去把它加到幼藥裡面 形成這種非常溫潤的玉的質感 所以乳窯看起來 它不會很亮 而且它的幼的後面 會有很多流雲狀的東西 在流動的東西 你這個沒有 然後上面這些一點點的 你可能感覺它是老的 可是我看起來它是新的 就是不會時間很長的 因為如果它是時間很長的 這些東西的變化會比我們現在看到還要多 就是坑坑巴巴的 可是坑坑巴巴裡面還有很多變化 真的沒有 所以從這個 一般我們從肉眼上看 還從那個儀器上看 這件都不是真的乳窯 教授乳窯為什麼這麼貴 數量為什麼這麼少 很少啊 是因為它很難製作嗎 因為宋輝中 技術很難嗎 宋輝中本身是一個藝術家 所以他要求的很嚴謹 很嚴謹 所以當時在燒製的時候 本來成品率就不高 成品率就不高了 那有一點瑕疵就被它淘汰 有一點瑕疵就要敲掉 敲掉 埋起來 它不讓別人去模仿 我們在大陸的這個清涼寺遺址 這個地方是燒 宋輝中滷窯的地方 我上禮拜才去看了一次 它是埋在那個磁器工廠的旁邊 一條水 鉤子 反正皇帝不滿意的就敲掉 方向敲在那裡埋起來 因為他怕流到民間去人家會學 所以它是非常嚴謹的 而且燒的窯爐很小 大概是這麼大而已 裡面燒幾件而已 這東西成本很高 當然這個碗 我如果再跟你講更細一點 它這個碗的形狀 就不太像是宋朝的碗 你這個碗它不是 因為太薄了 乳窯雖然很薄 但是乳窯的胎是 比一般像 比釘窯還厚的 它沒辦法燒得像釘窯一樣 因為乳窯的土 它是灰胎的 它裡面的雜質比較多 所以我們一般俗稱叫香灰胎 它的胎是比較厚一點的 所以它比較沉一點 沒有那麼輕 但是如果乳窯的碎片 剛剛說打破了很多嗎 碎片也值錢 碎片很貴啊 我們在大陸古董店 現在一片要賣兩千塊人民幣 碎片也值錢